還有一個人只是他那一面 當然我們看他叫電衣 至於他外面是怎樣呢 第一我們看不到 你看到時裝人家已經看錯了 我再講一個例子 我都看書了 那個叫麥勒日巴 叫麥勒日巴是即身成佛 西藏一個很出名的修行人物 日勒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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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都是收了一些外道 黑道 用黑化黑魚做些東西 其實他當時跟著一個上司 他上司當時在海餐 是骯髒骯髒的 又去吃魚又去煮玻璃精彩 但他知道他是上司 所以我們有時候不要看表面 第一我們沒有這個眼界 可以看得到 總之我們永遠尊敬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尊敬是有佛性 佛性永遠是清淨的 我們不要看表面 很多時候我們最失望的就是我們經常看表象 我們就起了很多年 就算人家壞 不是代表他以後不會好 我們不要看世人一世壞 永遠都壞 千萬不要這樣說 他壞 就算了 你看不到人就不要看了 就不要再踩多人兩腳 明白他的意思嗎 就不要再加言加錯了 尤其是出家人 尤其是我們在家人 千萬不要這樣說 他怎樣好 怎樣不好 其實佛也有說 我們不應該談這個 劃清戒事 無謂反多妄語 尤其是我們更加不清楚事上 我們不清楚背後怎樣 我只知道事面上的上 有些人說 例如有些出界人 有些人說 你主要關在一起 不是說我們被迫不知 但這個人知道對你的事沒有幫助 但我們要希望 只要欲賞佛法卿 唯有爭爭爭 你希望到你不能去自己踩自己 你明白嗎 我不是說不可以批評 但你不了解背後是怎樣 你與其說那麼多妄語 不如你趁這個地方借景來收自己 明白 永遠都是收自己 你不要把一件事 說得到它 已經下了泥 你還要扔多兩塊 這件事沒有什麼必要 好了 說完沙門 其實沙門是我們應該值得我們專注的 無論什麼情況都是 因為他背著沙門 然後佛也跟他說 他說中輩是怎樣 亦都是比十方世界諸天人民 他說其有志心願生彼國 要明白 不需要說 雖不能行作沙門 就是他不能像沙門一樣 大修功德 但你看看 他說這個很重要 亦都要當發無上膏體之心 所以你一不發生的人 其實你和極樂世界 未必如此契合 明白 這是中輩的 好了 又是欣向尊念 無奈受我 這裏也都說過 他說多少收善 他說有多收多 有少收少 但不是不收 不是不收 不是不收 他說修些什麼 他說奉持齋戒指 就是 持八關齋戒 持齋 持戒 齋還齋 戒還戒 齋就是素食 戒就可以五戒 十戒 普通戒 齋戒有分開 這些大家都明白 總之是說 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是全心全意的 就算你不是出家人 不是代表你可以 猶猶糊糊 只要你一發了心 你就應該 有多做多 不是說你選少而做 有時候你時間未搬配 或者你能力未搬配 你做少 但不是代表你不做 千萬不要的話 少少做少 明顯可以做得多 你特意做少 這些其實是你自己壓制的 總之這個生命你剩下很短的 其實 你第一天不知道這個 只要你一知道 發不完 其實你應該最著數是怎樣 其實經後面有說 不過今天我們說過 其實很著數 因為你剩下半世人 或者少半世人 但是你只要發一個很大的收 你即時去到 永不退縱 所以你這段時間是很值得的 相對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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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兩劫的時間 是很值得的 你要慢慢去再想想 諷慈 不要說拿假灘 那些 建立塔像 現在我們可能 捐錢給人建 或者有歌出歌 然後飯食三文 或者飯治三文 因為讀字 就是 供給他們 因為他們是為菩薩道而行道 我們都扶持 我們一定要扶持佛法 我們一定要尊敬真人 如果你不尊敬真人 你怎麼會飯治三文 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 用到自己最好的東西來供給 即是等於供法一樣 袁曾燃燈 即是掛念的 即是有些佛士 那些 燃的長平燈之類 我相信這些都是這樣 散發燒香 好了 這句話 你做這麼多東西 其實很多的修佛 他除了理上 還有時尚很多東西 譬如這些 散發燒香 其實都有作用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希望令到 譬如在動場很清淨的時候 可能要燒多香 散發 令整個地方很莊嚴 那些人是要靠莊嚴 而起到一個深入 所以這些時尚 我們不要少看這些時尚 覺得很多餘 或者迷信 但主要你能夠莊嚴 令人覺得很舒服 其實這件事已經很成功 你為什麼要下化燒 你下化燒 你要用方法來引導他 不是要為你唸經 唸佛 不是這個意思 有方法引導他 令到他接受佛界 令到境界 這樣才是 零活性 有方便性 你經常叫人忍 一刻到刻念佛 那裡悶死人 是不是 我想你的手法方便很厲害 如果家庭都搞不定 你用什麼方便 可以令到他安住了 等於我們為什麼有個極化世間 就是他令你安住 而是給你安住 是要求佛 去成你道 你看他背後的意思在這裡 所以他叫大乘佛甲 不是一個小乘佛甲 就是獵盆搞定 不是這件事 好了 這件事又很重要 那個 上輩就不用 因為一上輩他就 他不是不用 他有 但他整個事業都是動眾生的 但我們這裡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做完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回向 我們希望自己得到 背後 因為我們人很粗劣 而且我們的心 每一種東西 希望能否有好處 是否真的去到極化世界 就是你做的事情 計較 如果沒有做 或者很低的 可能會退心 如果說你未必去到的時候 你會說 未必有 但是 如果我們說 我們將這些 我們最好 將所有的東西 回向回去 就是我們全部 一條新聞 所以所有的全部 在北東以外 回向回到極化世間 將所有的福德 和功德 回向回忆 回向回到極化世界 為什麼的意思是 我願生給你 回向令到我生的極化世界 沒有障礙 所以在做什麼 這個回向很重要 我們中輩 或下輩人 一定要做什麼 都回向回到 譬如說 你打坐又如何 打坐又如何 同樣的 你將每一次打坐之後 我願所有的 打坐的功德 或全 nome 都回向極化世界 其实我们看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到极乐世界 当然我们信净很多人辞罚我们最直接的 等于一家大学 他不只是收他指本校的生活 因为有很多外来生 有很多我都不知那些名字 可能和其他教练生 其实佛极乐世界和这个理念很接近 他不只是自己的国家 也不一定要全部去 只要是愿生彼国 他就能够生彼国 所以是非常容易去的地方 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失了 至于宗辈往生是什么呢 其人临终无量受佛化以其身 这个是化身的 最初是真身即是报身 报身佛 他自己化身 但化身也不要紧 他说仍然是光明上 很巨如真法 好像真法一样 然后这个亦招与诸大众 延其人前 積聚化佛 往生其各 仍然不退传 你只要去到 我就想说 亦招与不退传 功德智慧 当然了 这个功德智慧 他说次如上辈之后 没有上辈那么好 这个大家都会明白 好 接着 下辈 第三种 上下 上中下 下辈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很接近 这个 中辈或下辈 因为我们不是出人 我们不是中辈 就是下辈 下辈是什么 他说 其下辈者十方世界 诸之人民其有志心 欲生彼国 假使不能作诸功德 这个说的就是 如果真的有他 可能他的生命 令到很多障碍 有很多因缘 令到他 没办法做到很多功德 甚至一点功德都做不到 譬如穷到做乞衣 他没办法做到这 他说你仍然看不到他 其实上中下三辈 最重要是什么 要读法 无相 无相 无底 什么叫无相 就是说 已经没有在上了 菩提应该是觉悟之心 你要发最大的心 发心 没有很多种发心 因为你发小成的心就可以 发人天成的心就可以 但是他要你发一个无相无底的心 就算你是下辈 这个是一个条件 你只要去上去最后的时候 你一定要发心 他在下辈 你也要发无相 菩提之心 一向尊严 我说这一部经 如果我们说佛 有五经 或者有三经 我们通常叫这本 这本叫佛说无量寿经 叫大经 是一个大本头的经 纯粹是讲阿弥陀的基督世界 有个叫小本 叫佛说阿弥陀经 有一点更简单 本京多了花燕經 其实五经是只是一部份 就是普然行愿品的品 十大行愿之后 他们叫作杜归 杜归我们去世界 花燕经讲 我们借这本经 其中一本经,相当说第四本经 第五本经是讲大西枝菩萨玄通章 其实是五经其中一节讲的 是讲很多玄通之后 第二十四玄通就是讲这个念佛 即是教你怎样去念佛 一会我们下次会讲 你知道他的背后理念是怎样 我们接着什么 但第一我们怎样去呼应他 我们怎样去修持 那我们稍后再讲 可能我们有时间讲大西枝菩萨玄通章 其实那个经义也是自动一部分 它不是全本经 所以就算是政府五经 其实我们真正是三经 这本是最大本的 这是大本口的经 所以这个经 如果我们当作信不信 这个是权威的 这个是权威的 那主要是五经一论 五经一论 或者三经一论 那论是讲往生论 即是说 他那个暴力 和往生的事例 那我们先讲到这儿 那我们再讲到这儿 你看到这儿 这个是重点 又一向专意 他又不是念了 他又是专意 因为你的意是讲 其实我们讲的人 我们以为是个心 其实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意 意是讲第六色 其实这种第六色 就是说 如果我们学唯识 这个意是讲第六色 第七色 第八色 心意识 第二识 有些人讲的是 第七色 第六色是讲了心 我们来讲我 是讲第六色 不过有机会我们来讲唯识 才讲 心意识就是讲我们人 那个我 这其实就是讲 我们那个意念 你当是第六色也好 第七色也好 第八色也好 他说乃至十念 即是十念都可以往生 他说乃至 十念是乃至十念 念无量修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修词 三三四 就是学这些十念 我们能够保持这些十念 但这些当然我们要 我们不要捉过 那个 我们要多方面看一看 起码其他经验 我说十念是一个 就是说你 只要你发暴提心 而有意念是专注去世界 比如说我们世本那种 一心不缘 乃至十念 这个一心不缘乃至十念 这些都是很多个 大德说都不同 就是不缘乃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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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念 当发暴提之心 和愿生其国 是必然的 至于事相修 可以一样专念 有些说行处作我 都会来 ción对 Engine 这个视乎你的 当然说你固有根性 指和你那个行词 besser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约文心发 《欢喜训较不生疑惑》 你看到这句 《不生疑惑》 《乃止一念》 十念只是一个方便 《乃止一念》 《念于彼佛》 有时候我们念《乃止一念》 正在断气 但当时很清醒 当时我说 《乃止一念》 不是说 十念不如《乃止一念》 当时的环境令他们没有白云 他们可以辞到废 一年已经见到佛 《此人临终》 《此人临终》 《功德智慧》《慈悦忠悔》 但去到是什麽阶位 大家可以看到 第四种众生是什麽 第四种众生 是生儿或众生 不生疑惑 虽然我可能接触得不久 或者是 生命不太好 做完这份工作 不生疑惑 但我都发生了 但我对这个教育世界 是全信无疑 这就叫做下品 下背 第四种是什麽 生儿或众生 第一 第一 我们相信有没有这个阿弥陀佛 我们觉得很怪 但如果我们说 我们语言很大 其实等于一个多个美国 不过它是很大 非常大 非常快乐的地方 如果你相信 比如说 北区奴州 你会相信 北区奴州 北区奴州 你会相信 北区奴州 但没有佛法 但极乐世界 跟那些人有些不同 除了快乐 在一个地方 通常有快乐 你就没有佛法 例如天堂很快乐 但他们就去那裡 大部分 但他来到京都 最后会说 有这个 最知道我们都搞不定 所以他就说 不如你修这个法院 这个法院最直接 有一个国会 你永不退众 所以 这里 但我们觉得 有没有那么好处 或者我们疑惑 其实疑惑多了一种 我们不理会 理念 我们觉得原来佛 只是给我们提到快乐 其实这个也很像疑惑 因为不清晰就叫不疑惑 因为原来去到 是要 原来这些地方 修行的地方 也可能会有 那个意趣 其实这些是一种疑惑 其实最大的疑惑 就是 你不信 第一 不信有静土 你不信有佛 有什么能力 最后有三种大疑惑 第一 我们不信 最主要不信有这个静土 你怎么念都好 你都是 就是 疑惑的 第二 不信阿弥陀佛 有这个愿力 不信佛 有这个佛力 不信佛 不信佛 有这个佛力 也都是无量寿经说的 它有个叫边地 就是一个地方 比如这个世界 可能这个叫边地 就是一个地方 你自己困住 你自己困住一个地方 不出来的 几百世都在 这个叫边地 边地是被什么人住呢 就被这些疑惑众生 他什么疑惑 他又怎样呢 他又念的时候 他也有念佛 他不是没有念佛 他念的时候 就说 最好有了 没有也算了 他心不太坚固 不是我必然要去的 不是他心很强 其实这些 我觉得这个属于 那些人导入这个疑惑 那些人呢 就会去边地 边地呢 就是当然了 你想见佛 是要 如果佛经说 是五百岁 你就才能见到佛 你就才能见到佛 这个叫听经文法 可能是见到大菩萨 大菩萨 你才可以说 但是住在这里的时候 他仍然跟那个快乐 是跟那个极乐世界 没有分别 所以我们有些人说 就算去到哪里也好 就是捱五百岁 明白 他的快乐 跟这个极乐世界的快乐不同 因为他们困在一个宫殿里面 快乐 就是你要什么都有 但是只是在宫殿里面 你不能够出到这个宫殿 有些人说 是用莲花肉 浓肉去肉 那些人说 就是很快乐 但是你不能够变的宫殿有多大 但这些分别是什么 他这些大菩萨 或者正顺的人 他喜欢那间屋多大 他喜欢飞来飞去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个就行了 你是住这一家的 这个不可以变高变大 你住在宫殿 但他快乐是没有减少 不是他想用这个 这个没有简直 但这个就是随着的意愿 变大变小 非来非来都可以 这个是困在那里面 这个是第四种众生 有疑惑心的众生 至于说到第五、第六种 这个是三本基 其中一个是官无量寿基 其实有很多种品 有九品 九品就是上、中、下 中品就是中、上、中、中、下 下品就是下、下、下 下、上、下、中、下、下 我现在讲到最低的 其实我有两个意思 我们除了这三倍之后 因为这个不是另类的众生 这些是之前那三倍 是很善的众生 他无论就算是下背来说 他都是发无离心的人 很善的 他都是一个很好的愿 不过无奈 可能他的业力 不是很好 就令到他没办 很多时候念到快 但他仍然是正信 就跟第四种疑惑性不同 疑惑性 可能我有钱 有钱人 他就伴信了 但这个又是另一种 这种是怎样呢 它是很大的罪 很大的罪 你看回这里 我读一次 佛国阿兰及韦提夫人 即是皇后 下品下生者 其实这是九品 九品最低下 挥偶众生 作不善业 五亿十恶 五亿十恶 即是五亿十恶 五亿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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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杀父 佛杀母 出佛身 杀阿罗汉 那类 那类 破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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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破爭团 即是拒诸不善 如此如人 以恶要故 应当恶道 经历多劫 受苦无辜 这个大家都明白 根据业保 就应该受无量的苦 即是出发来 不是那么容易 出发来是最弊度 一路晚轮流 才可以 畜生度 又出去 有很久才搞 这些 愚痴愚人 林明忠时 愚善知识 这个愚善知识 不要个个以为自己 是有机会下品下生 他一出 为什么呢 其实愚善知识 以前曾经做了很大福报 你想想 不如我说 就杀人放火 杀老爸 即是你临死的时候 你要懂 除了自己 痴迷迷迷 又不得 愚善知识 你还要当时很清醒 然后意识到一个 真实的善知识 叫你念佛 即是你的机缘考卫 是很难的 如果是恶人的时候 你都未必有善知识 对不对 有善知识 在你临终之前 你还要不要昏迷 譬如你遇见即死那些 或者是昏迷 老人消灭 那些全然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你不要拼拼这个 这个 这个是很exception的 他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机会 但你千万不要 你神众 千万不要拼拼 因为你怎么会遇到 遇到善知识 是这样的 因为非常难 意识就是你要信 所以你当时 你离留的 是很清晰 如果有恶人 你离留一定会清晰 我觉得 因为你很多冤親債主 追斩你 你怎么会有清晰 当时你很乱 乱到 你根本都听不到 所以你不要拼拼这个 拼拼这个 他有这个 这样的 话兵 这个都可以的 遇善知识 就是种种安慰 种种安慰 就是说你不要怕死 就是那样的 那样的 畏说了佛 他讲 这种时间 听他讲佛法先 教令念佛 被人苦逼 不忘念佛 善有告言 若语不能念佛 这英清无量受佛 如是自身令心不絕 具足受念 清南无可可求佛 清佛 这个真的叫他念佛 所念 所念念中 除八十亿劫 就是说他其实 非常多我验 他每一念 就是人家说 以前我们说 念他佛法 就是除八十亿劫 的罪 就是这里引出来 八十亿劫 生死之罪 就是这里引出来 凌冥宗时 建金棉花又把自己推移 就是你念出来 有些人别人打床 有些人说他很急 对方 你看见 你装香 你就会见到这个 金棉花 如一年期,往生叫做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 你看到这里,如果你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每一个都是很长的 十二大劫,在莲花里面,就等于困在这个地方,十二大劫是相当长的 就算你去往生,我们有时候去其他时候,你未必需要十二个大劫那么长 所以其实这些是静化,十二大劫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其实你等于坐牢,你明白,你不是说去到的时候立即搞定,你是去到的时候,你没有受很多苦 但是你困在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无路受经》,他们觉得受苦 因为你困在一个地方,听不到佛,听不到法,听不到佛 其实你都不那么快,不过他在全世界那里 但是你必须要看回这个,所以我终于这段,它是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 所以这个呢,是很有道理的一样东西 不是说你这样的极空极空的人,你亦都是同一样东西 而来自以大悲心,为其讲说诸法,实际是灭除罪法的 然后呢,民以欢喜 他只是练了共十二大劫,就灭除罪法了,即是不会犯罪了 但是这些孽子,他未必犯罪了,他也有一个生死 但是呢,民以欢喜,应是即法部体一,即是那时候才发心 即是你可能你看到那里,还要三大劫,才有几个成罚 所以这些孽子,就算被你去到的时候,你都是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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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时间 你才去发心 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说,下品下身 虽然他有些人说,他怎样去到处身 当然他是什么,但是你想想,我们千万要,就算你有这个法门 你都会,不要静止,只要去修行 下品下身,叫十二大劫 他说,是名下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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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至于第六种了,第六种了,大家猜猜猜是什么 你都,基本的,经有个,我说这些,可以错 猜猜到吗? 猜不到吗? 我们说过,上品,中品,下品,有些有疑惑 第四种是第二种,第五种就是说,他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恶业,即是,根本都不能发负心的那些 都可以去的,但是他的时间,很长 就是他才能够去的,这是第五种,第六种是什么? 就是说收大成的人,十方世纪 他不仅是做到精力,不仅是收剟造法的人 收大成的人呢?他只有反念不清正的心 就是念安慰和闻一举他,那他就会生一心 只要他信心的时候,法都会自然一举 即不是你一定是正土中的人才去到这个世界 收大成的人呢?你只要法念心,我希望他都会去的 这就是第六种,那今天是说不过 刚才你说得对,应该是密立日拜 密立日拜 密立日拜 密立日拜